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悦悦哥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个可爱小鸡惊喜盒 它呢是一个完整的小鸡的套装 里边呢有一颗鸡蛋 它能够孵出一只可爱的小鸡 然后这小鸡是什么样子 现在我也不知道 然后孵出来的小鸡呢 可以在我们这个小房子里面养着它 而且呢好像看图片是可以在我们里面的一个 活动的场地呢来玩 那这款玩具适合的是五岁以上的小朋友 那上面画的是有小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蛋蛋 还有小鸡的进行互动 那之前咱们也分享过一些这种能够孵蛋蛋的玩具 比如说哈池魔法蛋 但这个孵出来的是一个小精灵 而我们今天孵出来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仿真 它呢是一只小鸡 那下面咱们就把包装去除掉吧 那这个系列的玩具呢 是悦悦哥哥一直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宠物系列的玩具 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款了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只小鸡呢 是在这样的一个小房子里面 里面有一颗蓝色的蛋 蛋的上面是有裂纹的 那它不像咱们哈池的这个魔法蛋 这个魔法蛋是我们这个小鸡 应该是叫小精灵 通破了那个蛋之后 那个蛋就不能够复原了 我们这个玩具呢 可以多次的把它复原 然后重新来玩 当然没有那个那么高级啊 是要多出来的 这个可能就要温柔一点点 然后我们这个玩具玩的时候呢 是要有步骤的 咱们要先把这个可爱的蛋蛋 从里面拿出来 这后面的盖子呢 可以打开的 然后小鸡呢 能够在前面的院子里面 跑一跑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蛋蛋 这是一个蓝色上面 带着一些点点的蛋蛋 然后上面呢 写着一二三 是我们要移除的部分 他说第一步呢 我们要移除这根带子 它呢是咱们的一个电池通电的 第二步呢 我们要扭这个 把它扭90度 大家听到了吗 我扭完之后 里面会有小鸡的这个叫声 很酷耶 就是嗶嗶嗶的那种叫声 然后下面呢 咱们把这个带子 接下来 咱们的小鸡呢 就可以准备孵化了 然后这个里面呢 是有它的一个鸡的小窝 咱们把它呢放在里面 这有一个三角 对准它哦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月月哥哥也不知道 很酷耶 小朋友们是不是没有看见 它这个玩具呢 是可以多次来复原重新玩的 小鸡卡住了 这个小鸡是 通通通通通通的走耶 而且大家注意看 它的嘴还在动 哇 好厉害呀 这个系列的玩具 我们还可以跟它互动哦 应该是摸头就可以 咱们之前还